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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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踏入2023年1月 大事就認真多 先說五彭治,他今季暫時成績不錯,但有兩匹旗下馬 在一月涉嫌違反馬性亂禁跑,五彭治似乎要看看他 先說龍戰士,在1月4日他換中逆禮跑四班谷草1650米 排斥不當起步,而放棄一貫流前鬥後的跑法,走再放頭,當然輸了 賽後禮仔解話,說收到兩套拆騎指示 如果龍戰士在外達快閘,就可以跟前甚至放頭跑 否則應該留在馬群後減進去 結果當晚龍戰士快閘,所以順理成章放頭 而第二匹是天竹貓 話說1月11號隻馬配賀明年跑四班谷草1200米 大家都知道這隻是放頭馬,結果走去跟人跑 最終當然是熱門島做 賽後賀明年說收到命令,預期獎金大王會放頭 所以應該等天竹貓佔取獎金大王的外側 或者獎金大王之後有遮擋位置 Pierre確認他真的有這樣說過 加上獎金大王早段不停給走 所以就滿以賀明年當時的處理方式 當然,表面看Pierre完全沒問題 但由於馬匯在當年前已經取消在賽前公布馬匹改變跑法 馬迷有知小樣東西,跑馬還要多量 喂!這馬贏了都放頭 或者最近幾次跟人鬥銷都不斷 願你今次會輕鬆單騎領放 誰知你又捉實馬不放 即是好像馬神滿分 願你會放得出才買 誰知騎士是死鬥著馬,那找鬼賭嗎? 量一場馬已經難了 又對手又排檔又富榜 加上還要猜馬是否用最佳跑法 跟找笨有什麼分別 另外蘇兆輝今個月又是糟糕了 他在年初三賀碎賽,是起碼兼捧賀年輩 但其一先生跑賀年輩時 因為在Lars阻到線路之星 被罰停賽2月12至2月15日兩日 另外再加9萬元罰款 馬貴跑了一半左右 神編輝已經第五次被罰停賽 那又是,線路之星這樣輸少少跑第四 不阻到他就很大機會入三甲 還要是葉滿話,真是幫不到他 看回之前潘頓騎創複威 Lars一樣急速向外斜跑 令到繼續精彩收萬立備 情況跟一先生一樣差不多 不過小組繼續放山潘頓 蘇兆輝跟人不同命就沒辦法 至於潘頓一月的成績已經一般 除了試過3天吃白果之外 還開始固態復聞扮回獸醫 在1月18日他騎華麗活力 Lars又是無力拆到終點 然後馬跑第五 賽後小組查詢時潘頓說 華麗活力早段起初走勢都不錯 但過了500米柱後 走勢沒有他預期那麼厲害 而且力拆下把頭壓低了 令他對坐騎的動作感到疑慮 於是不再用馬變 但自己其實是持續力拆直到終點 賽後獸醫染不染華麗活力 又是甚麼事都沒有 難道潘頓比獸醫更厲害? 計我說頓哥先收拾一些成績 踏入偷年兩期贏得過一WIN那麼大把 輸足19匹馬 只計單WIN都已經輸了萬一億半 爭氣一點 最後1月29日跑了一場舉世觸目的大賽 金槍60 加州星球和浪漫勇士 三匹馬王級分子同場較量 掀起全貴的高潮 最終馬王金槍60就既勝一籌 一雪香港一里錦標的前尺 粉碎浪漫勇士的三半夢 同日假結尾騎搖本輝馬房的澳遊氣泡 一放到底捧走經典一里賽 全日起碼兼做騎士王 在香港跑兩次賽事已經贏了全港三條track 認真厲害 最後1月11日三級賽一月盃 又發財先鋒一放到底 歸內第二次捧G3 一是不贏,一贏都是級制賽